因為,就,呃,我覺得可以,如果真的有的,那種機會唱Live的話,可以先從那種小型的音樂會,嗯,像昨天晚上這樣可以互動一下的是不是? 就是比較少人的,然後可能是Live Band啊,Acoustic那種的,嗯,因為其實我也蠻想要試試看Acoustic的Live 現場演唱是不是?OK,我們剛才說要為了證明優佳是不會現場放空的,那現在就要考驗他一個非常集中,需要非常大的集中力的欠扁IQT10T 好冷喔,哈哈哈哈,我是說真的很冷耶,嗯,你是說真的冷的,你都不會冷,喔,我都不會冷,好,好,那就是,你準備好了嗎?一題頂多給你五秒鐘的時間想喔,OK,首先第一題,比細菌還小的是什麼? 三、二、一 蛤? 沒有頭緒完全? 嗯,細胞 是細菌的兒子 細菌的兒子 比他還小,應該是人,對 OK,第二題,什麼人天生只有一雙手? 嗯,一雙手 就正常人啊 天生只有一雙,欸真的欸 哈哈哈哈哈哈 這個好屌喔,這題很棒 OK 青春痘,青春痘長在哪裡,比較不擔心 青春痘長在哪裡,比較不擔心 嗯? 欸,屁股 哈哈哈哈 別人的臉上 喔,OK 為什麼青蛙可以跳得比樹高? 嗯,可以跳得比樹高 青蛙可以跳得比樹高 4 樹 3 因為樹不會跳啦 因為樹 蛤? 樹不會跳啊 因為樹不會跳 對啊,青蛙為什麼可以跳 你們就下巴不要臉 OK,再來喔 什麼人是不用墊的 什麼人是不用墊的 胡 欸 3 原始人 是緬墊人 緬墊人 哈哈哈 再來 甜也硬 甜喔 甜也硬 不甜也硬 要睡好覺呢,先要搓搓它 5 甜也硬 不甜也硬 3 2 1 睡好覺先搓搓它 完全沒有辦法 哈哈哈 是牙齒 蛤? 為什麼要搓搓它 搓洗啊,你要先刷牙才會睡得好啊 喔,搓它 對,OK 再來喔 太平洋的正中間是什麼 欸 太平洋 喔 平 耶 哈哈哈 OK 老太太上了公車 為什麼沒有人讓座給她 欸 老太太上了公車 為什麼沒有人讓座給她 因為都是老太太 錯 是因為公車上有空欸 喔 OK 一張四方形的桌子 鋸了一張一隻腳 鋸了其中一個腳 會變成幾腳的桌子 三腳 是五腳 為什麼 這四方形你切了一個腳 不是五腳形了嗎 蛤 四方形切了一個腳 鋸掉一個腳的時候 你知道那個腳啊 縮腳啊 是腳 喔 OK 最後一題了 好 一個可以大可以小的地方 一個可以大可以小的地方 嗯 可以大可以小的地方 瞳孔 哈哈 其實也是對啦 可是我的答案是廁所 為什麼 可以大號可以小號 當然 地方嘛 OK啦 你答對一題啦 對你這個成績 你覺得你是放空型的 還是不是放空型 我沒有 但我真的想不出來 哈哈哈 很棒的那個 謝謝佑佳 回答這十題 欠扁的IQ題 那我知道說很多朋友 都快要進來 要參加這個 Userine的 快遊戲啊 沒錯 待會兒就會接聽你的電話 贏取150令吉的這個 Userine的產品 那待會兒回來呢 就有佑佳非常期待的 這個Surprise 他剛才就一直追問我說 是不是Mr.Chan Chan Yishun Esan Chan 不過不是 哎喲 哎喲 你覺得是誰來看一下 是誰啊 Mr.Xiao Xiao?Xiao Xiao Jintang 不好意思 有人要在信上要求說 佑佳可不可以跟欣儀合唱傳說 我們不合唱了 先來聽聽看 琉莉安還有林佑佳在傳說 哦 你要穿外套嗎 Mister 有聲有色 九八八有聲有色 哈哈哈哈 九八八有聲有色 九八八有聲有色 九八八本週大紅人 對手是神秘嘉賓 關於林佑佳的文字報道 你可以參與第820 五七的偶像雜誌 OK 最後的七分鐘聊天時間呢 大家要給我們佑佳先生 兩個小驚喜哦 其實是 有兩個啊 對因為 大家知道佑佳來都忙著要給驚喜你 那首先我們聽一看一個驚喜好不好 你不小心準備了嗎 耳機戴穩穩哦 OK OK啊 聽清楚 看來是誰的聲音 哎 原來是劉立揚的聲音 謝謝 對 原來你的冷笑話很厲害啊 為什麼剛才都答錯 我不常講冷笑話的 可能是我的表現 很冷 嗯 所以你會講冷笑話嗎 老闆搖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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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搖 來的 嘩 呦搖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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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搖 one搖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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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搖好了 好棒喔 resolve 那 requesting 你要對於剛才劉立揚的這個說話有什麼 你是覺得她esfNever 這個好像聽過欸 那個好像聽過 真的啊聽過 因為那個時候她錄的時候 我看到她一起坐在車子裡面 真的嗎 OK 那接下來這一段呢 我保證妳沒有聽過 你準備好了嗎 好 你猜是誰 好我猜是 Fatesfone 谁? Mr.Fung 没关系我们来听看这一段 这个耳机更要带稳稳的 因为我觉得你会很紧张 那我现在讲话 哦没有 好 不好意思 我就让你拖到一段 你们再去唱歌唱歌 有的要求 让我发动 怎么会 Do you know how it feels every time I just say Goodbye Goodbye Yes I say Do you know how it feels every time I just say goodbye You make me cry Don't break my heart Oh 对你的爱在世上的爱 有时错过 Oh 不要错过 如果爱我 不要错过 Yeah 我对你的爱 难道还不明白 好 谢谢 988 谢谢 OK 我还有惊喜给你 没错这个就是 呃 妹子哦 在户外直播的时候 跟 我们今天把它 分成CD 然后送给你 因为之前呢 我们在 那个7122 party的时候呢 呃 Yoga就说 其实我很想封回去 还有很想泳 那时候呢 我们就说 好我们准备给你 所以你上来 我们准备给你 谢谢 不客气 不客气 拍照 刚刚参赏 妹子跟 又加呢 对对对 他们两个有 有这个 兄妹 兄妹 有吗 姐弟 有哦 OK 就是 就是 呃 就是 呃 邦大彤跟 林又加就有一段 Crossover 这样子 然后也玩得很开心 现在想听尖叫声 也觉得 哇 大家都很Enjoy哦 哇 谢谢 其实我有 我自己有去YouTube找啊 哈哈哈哈 我觉得很值得纪念 你找刚才那个片段 988的这个片段吗 嗯 结果你找到吗 有有找到 然后其实 同事有帮我拍一点点 后面的 所以 我觉得很难得的机会 所以那一次的合唱 你觉得感觉如何 很棒啊 然后 就突然唱起来了 对啊 其实我真的没有那个 准 没有准备 可是我不知道方 他会不会也觉得说 哦 我竟然有背歌词 这样 呃对 另外一个让我们surprise的地方 也是 一唱马上就来 而且是完完全全 歌词背得很熟 这样 可想要知你真的是非常喜欢方大彤 嗯 因为他有几首歌就是我 我是一直听的 有几首歌的 嗯 还有呢 我觉得他的那个每天每天啊 可以唱一首歌吗 每天每天 每天每天走在忙乱又无聊的路旁 等你向我走来 每天每天一直看见到你和你说话 才算有个开始 每天每天每天我都没认过我们有什么改变 我一直以为这是永远而我无法想象你会离开 啊 哈哈 我觉得拿着这个CD你就可以去跟方大彤 你是不是有证据 你说要给我写歌 没有没有 在下一张专辑的时候 是那个他 我觉得他的音乐很浪漫 嗯 所以下一张专辑除了想跟方大彤合作之外 还有什么音乐人是很想合作 然后在这张专辑暂时还没有机会的吗 嗯 除了方大彤之外 嗯 其实很多歌手就是之前都有想要邀歌 嗯 可是真的是因为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嗯 因为就是比赛出来的 然后又讲说 啊 还很新的关系 对啊 然后就不好意思又不太认识这样子 所以其实如果 之后就是多加一些朋友的话 就 就说不定可以多认识一些其他的歌手 这样子 对我来说会更快乐 嗯 我觉得除了在歌唱比赛里面呢 相信说 呃 大家听了这张神秘嘉宾的专辑之后 都知道邀佳是非常有实力 而且非常有想法的一个新歌手 所以我觉得如果在下一张专辑在筹备的时候 要继续更加的加油 嗯 更要勇敢的跟你喜欢的歌手 还有音乐人也要歌 好不好 好的 好 谢谢又嘉今天上台 谢谢 希望又嘉之后呢 也能够一切顺利啦 谢谢 呃 神秘嘉宾能够开出红盘 好 祝你工作顺利 哈哈 祝大家工作顺利啦 拜拜 拜拜